当妈之后才懂的是 当妈前 婆妇产还是顺产 那肯定是婆妇产呀 我看网上说了 什么腹外膜婆妇产 对身体损伤行 就是对医生要求有点高 后期恢复得也快 听说很多明星都是这样生的孩子呢 当妈后 我建议你选择顺产 对胎儿好 最好能顺就顺 坚持一下就过去了 最好还是听医生的 少看网络上那些医生号的 当妈前 问奶肯定是有奶就喂 如果我难受还是不要喂了 喝奶粉一样的 我跟老公都商量好了 当妈后 当然是喂母肉好了 对孩子好 而且有奶便是娘 孩子还跟我亲近呢 六个月就倒奶 怎么可能 当然是自然例如了 她想喝了几岁就喝了几岁 当妈前 小孩出生了 但是我肯定要以我自己的身体为主 先休养好 再注重生产管理 有自己的实行和实行 像那种天天为着小孩转悠的 哎呦 我真的接受不了 当妈后 这宝贝还是得给妈妈亲 我现在一点恨不得看了八百遍 喜欢的不得了 这人的幼崽就是可爱 哎呀不行不行 这么一说 她过两个月就长大了 不得啊 再给她买一批衣服 当妈亲 我都跟我妈说了 到时候啊 她爸妈带孩子 她自己也愿意 隔背亲嘛 对对对对对 游戏是周末 我要有自己的时间 还是要像以前一样 朋友聚会不能少 当妈后 不行 这孩子啊 放老了你俩一天都不行 老人家和我们年轻人 大孩子的观念 差别很大的 现在这孩子啊 谁带都不行 只有我自己看着啊 最安心